你好,我是王书彧老师 今天咱们来聊聊毕业论文的答辩问题 有同学觉得答辩很简单啊 我拿这个PPT上去念一遍 然后老师问我什么样的问题 我都给他打回去 然后我这个取得全面的胜利 这个顺利通过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 我建议你认真看看我后面要说什么 首先,答辩是要干什么 有同学觉得答辩是和老师的一个辩论过程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原因很简单 现在的答辩 老师们要面对许多的学生 每一组啊 对于本科生来说 可能有十几二十个 对于这个研究生 现在人数也是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实际上老师没有什么闲心 跟你在那儿斗闷子 跟你在那儿进行一些文字游戏 没人有这样的闲心 大家都很忙 忙着干什么 忙着为了你好 帮助你把论文当中可能的问题 尤其是硬伤 尽早的把它发现出来 然后督促你 抓紧修正 这样的话 将来你的论文如果入库 后面面对着抽检 这样的一个回马枪的时候 能够尽量的避免被认定为质量有问题 导致你一个晴天霹雳一般的结果 所以你看在答达这件事情上 老师们实际上是有明确的目标的 这个目标就是尽可能的帮助你发现问题 所以有的老师是直接告诉你 以下的几个问题你注意修改 有的老师会向你提问 向你提问的老师并非要有意的去刁难你 他实际上是有一些地方 现在还拿不准 例如说这里面一些操作的细节 你是不是真正的完全按照这个规范来做了 这个他需要何时求证 以及你对于一些概念的理解是否有偏差 他必须要问你本人 然后才能够做出合理的判断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问题问给你 这些问题不管是讲究语言艺术的来提问 或者是这个单刀直入这样来问 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时候诚实的来作答 千万的不要在这个时候 第一掩盖 第二还展现出一种十足的攻击力 十足的攻击力来自于一种很玄幻的这种想法 就是觉得如果我在这里能够通过言语压制住老师的活力 那么我就算赢了 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个因为最后的打分不是以你这个答辩的时候 多么有这个攻击力 多么能够这个把老师的这个问题 全都给他一一的躺回去 这样来给你来算 实际上你在这个时候 这样的一个态度 给老师的这个观感就非常不好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说老师这个时候 发现了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问题 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步步的询问 本来是想引导你去认识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显然是你现在还不能理解的 可是他发现刚说出来第一步 就被你给弹了回来 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老师就不忘下说了 不忘下说是因为什么 老师觉得你可能改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来得及一周之内你能够改出来 当然需要你花费比较大的努力 但是他可能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才能劝说你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 需要改那那就不费这个劲了 对吧 你想想后面对你的后果是什么 你该怎么做 我建议你在答辩的时候 一定要准备好一个本 不要是几张单页的纸 然后拿纸笔 上去之后 第一你要注意时间很宝贵 讲你的幻灯的时候 千万的不要从头到尾逐字的念 有同学那个幻灯上全都是字 非常讨厌 有同学那幻灯 这个就给你五分钟的讲解时间 做了五十多页 我不信你能讲完 对吧 你翻还得翻一会儿呢 这种情况下 用我之前视频当中 教给你的认知差的方法 只讲那些能带来认知增量的东西 只讲那些老师们现在关注的地方 节省彼此的时间 这样的话 老师们给你来找出这样的问题隐患 就会效率更高一些 对你的安全更有保障 然后是要做什么 当你说完之后 马上的转换到老师来提出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 把那个本弹开 笔拿好 老师说什么 你就先记下来 甭管你是不是认同 这个叫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因为如果说你记下来了一个 本来不是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也很少发生 但是你错过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你来说后面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所以这是个不对称的事 抓紧时间 一定要认真记录 不要等着这个答辩秘书替你记 你放心 他记这么多人的 到你这儿他不大可能能够记得真的事无巨细 但这是你的论文 所以你应该把它记好 另外呢 就是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 一定要谦虚 老师们提到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说需要向你求证的 实事求是做答 如果说不需要你进行回应的 你就记下来点头就好 不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反驳 于是呢 你的这个答辩的这个表现 就会被判定一个非常低的分 绝对不是这样啊 我再强调一次 不是这样 好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答辩之前 第一 换灯不要做太长 把那些重点突出 第二 讲的时候也要抓住重点 不要在那里漫天的这个念这些文字 第三 拿着本和笔上去做好充足的准备 第四 做好记录 第五 态度上一定要谦虚谨慎 实事求是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形成一种 师生一起来向着一个目标 就是帮助你能够尽可能的提高论文质量 避免将来的隐患 这样的一个目标前进 好 那么 祝你论文答辩 一切顺利 我们下次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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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